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新的游泳池吗 威尼斯风情办公室 凌晨新竹的雨不是普通的大 是超级的大而且雷声隆隆 新竹棒球场争议 新竹棒球场事件均指台湾新竹势力棒球场改建后 在2022年7月底启用 因被发现品质不佳 行政程序不符 引起的批评与社会争论 改建期间任职新竹市市长的林志坚 将球场视为其政绩 之后他在2022年7月初辞职 并参加桃源市市长选举 而时任中华职棒的会长蔡奇昌 亦参加台中市市长选举 使这起事件在台湾成为 2022年地方选举的热门议题 新竹市市长林志坚 任内改建了这座球场 运用经费来源中 包含中央政府前瞻基础 建设计化的新台币8.76亿元补助 这是他任内的重要政绩 2022年7月22日 新竹市立棒球场 举行改建重启后的首场赛事 这是中华职棒 2022年下半季第一场赛事 由魏全龙对上富邦汉将 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 中华职棒联盟会长蔡奇昌 及前新竹市长林志坚 都出席观看开幕战 在7月22日23日 两天举办的赛事中 至少三名球员受伤 魏全龙野手张又鸣 跑脸滑倒 魏全龙三垒手刘姬红 处理不规则弹跳伤到手指 富邦汉将外野手林哲轩 在四局下半铺接一个飞球时 左肩撞击地面挫伤 7月25日 林哲轩经MRI初步检查 为左肩关节唇破裂 初步研判将休息约三个月 29日林哲轩表示 担忧提早结束职业棒球生涯 7月23日 隶属为全龙队伍的球员 林志胜回休息区时 因楼梯设计不佳 下楼梯时 不慎踩到边角导致滑倒 当下他抱着脚表示痛苦 最后自行站起 走回休息室接受治疗 不少当天在场的球员 与观赛者发现 新竹棒球场内的设备状况不良 观赛者对这样的观赏体验 感到不满 中华职棒球员工会 先前就已经提交 新竹势力棒球场工会会员 使用回馈心得 针对球场内提出27项改善建议 其中内野外野草皮投手球 界外区灯光与打击区 这些球员要比赛奔跑的地方 皆有许多需改善的缺失 针对外野草皮区域 中职球员工会指出 包括外野草皮不够平整 虽实力过多 相较于其他球场感觉过硬 容易使球员扑街时 造成运动伤害 而内野区则点出红土 较松软不够扎实 颗粒过大 红土草皮交界处不平整 恐导致不规则弹跳球 发生的可能性 不过新竹是否并未加以改善 就开幕 致使建议当中的危机 在球场上一一应演 这一集影片到此为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